为着俄罗斯驻波兰大使安德瑞夫 波兰亲乌克兰活跃人士朝大使 泼洒红色液体勾含法西斯分子 并挥舞乌国黄蓝色国旗 在安德瑞夫走向林木时挡住去路 阻止他献花圈 不过安德瑞夫感到不以为意 用手擦了擦脸 波兰民众会如此愤怒 就是因为俄罗斯强行入侵乌克兰 随处轰炸 造成平民大量伤亡流离失所 结果在9号却还是照常举行胜利日阅兵仪式 而这样的行为也让西方国家看不下去 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批评普丁及他的将军们 正在仿效法西斯主义 华勒斯指出普丁和他的将军们 对乌克兰的侵略让俄国军事历史蒙羞 他还说乌克兰很有可能击败俄军 并呼吁普丁接受莫斯科当局长远而言 已经失败的事实 而就在俄罗斯庆祝二战胜利日纪念几小时后 欧盟领袖齐聚欧洲未来论坛 法国总统继欧盟伦之主席马克宏 发表连任后的首场演说 表示会确保俄国永远无法夺下乌克兰 并提议打造欧洲政治共同体 欧盟的独立与主权向来是马克宏的主招 他强调乌克兰凭借着勇气与奋斗 早已成为欧盟家族心中的一员 但欧盟入会过程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因此提出成立欧洲政治共同体的计划 来接纳乌克兰等非欧盟国家 来保护位在欧盟边界的国家 全力抵挡他国入侵 华语新闻孙颖玲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